大家好 我是怡辰 恐怖喔 恐怖到了極點喔 恐怖的是到現在 你還沒有訂閱全民風車吧 從2016年到2021年 那麼久了都還沒訂閱 恐怖了吧 好 訂好了 就要進入我們今天主題了 好 各位 民俗樂已經到了 所以今天我想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華人專屬 而且很特別的一個文化 什麼文化呢 那就是紙紮師傅之汽車篇 在傳統的華人社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我們有一個很特殊的文化 我們常常用焚燒的方式 來傳達我們的思念或我們的心意 那你會發現那個紙紮 它實際的消費跟在現實生活當中 又不太一樣了 例如說腳踏車 摩托車 它居然要兩千多塊 但是雖然它價錢很高 但其實有些還滿精緻的 讓我自己都滿想要收藏看看 所以這不禁讓我想到 其實各位知道嗎 在很多的網站上面 你可以直接下載 列印出來 就直接做好的一個平面的半成品 然後你只要把它割下來 再把它黏好 就變成可能是你理想的那台 Dream car的紙紮車 所以我今天呢 搜集了很多的網站 我就把它介紹給大家 我不是要你燒啦 對 我燒給你 燒給你好了啦 收到跟廖宜成講 拜託 收到了 不用跟我講 這個就是前面我跟大家講的 目前網路上的一些 紙紮的一些產品 Gazoo Racing 它的網站 這個網站我會放在影片資訊欄下面 提供給大家來看 那這個呢 它號稱初學者 大概啦 小學你花30分鐘 就可以把它組裝完成 所以這個可以把它當成一種期中考 美勞期中考 發下去 開始計時 然後 喔 太輕鬆嗎 我跟你講 來 各位老師 這邊也有推出 終極的 一樣是Gazoo的 製作時間的指南 就是大概在90分鐘左右 哇 連Yaris Class都有 或者是這些都無法滿足你的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 Gazoo也有推出高級款的 300分鐘 也差不多就是5小時左右 可以完成它 各位也知道 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關在家 所以最近呢 它又重新強推了 子宮益的這個產品 而且無獨有偶 不只是Gazoo 來這邊還有其他家 Mazda 它也有推出自己 哇 Mazda Roaster 這個廠棚嘛 Mazda 3 這些都有 因為前面我們看到 Gazoo Mazda 他們走的都是比較 真實還原的那個路線 但是喔 你看喔 HONDA它走的路線 就比較不一樣 它走得很繽紛 很可愛 那它這個指紮 它其實推出的都是 有意義的一些 一些場景 你看 HONDA在1965年的時候 在摩西哥站 贏了F1賽車冠軍的這個場景 透過指紮的方式 把它還原 而且我覺得整個是充滿童趣的 好 再來下一家 SUBARU 想不到吧 SUBARU它也有推出 IMPRESA SPORT 或SUBARU的BRZ 這都是非常經典的車款 日本的CANON 它居然也有 這種紙紮 而且喔 它的範圍很廣 就不只是汽車 例如說什麼 這個熊貓 哇塞 熊貓的平面圖 哇 這比汽車難太多了吧 而且有點噁心 對啊 怎麼看著看著有點噁 接下來 這一間 Nissan 它也有推出喔 這一台呢 Fail Lady它強在哪裡 你看它1比18 它特別大之外 而且它的擬幀度是非常好的 而且還是Nissimo套件 有沒有 連底盤 它的還原度都是很高 然後車側有沒有 輪胎都是立體的 讚 汽車其實是製造業 一起藉由這個製造的過程 去享受它的樂趣 好 那我們就來把它印出來 挑幾台是印出來 我們實際來手作看看 然後隨機的抽給觀眾 燒給你 這次準備的工具有剪刀 美工刀 螺絲刀 或者是尺 醬弧 在家的話 可以準備另外一個砧板 那在紙的選用上面呢 建議大家 像這樣的紙 那就是一般的A4 它是霧面的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選擇亮面的 而且重點是什麼 要高磅數 它的磅數要高一點 折出來才會挺 那為什麼要選擇亮面 這也是它網站建議的喔 就是你組出來之後 它才會看起來閃閃的發光 我們天天都在選車好煩喔 都不知道要買什麼車了 現在又要選車 你們覺得要選哪一台 但是我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喔 就是Gazoo的網站上面有說 這個Yaris這台車啊 它只需要花你30分鐘 這麼複雜耶 有可能嗎 我們就來組Yaris 然後我們就來計時看看 我30分鐘能不能完成 1個小時33分12秒 好 最後我們終於做完了喔 居然耗時了 1個小時33分12秒 好 最後我們終於做完了喔 因為呢這個東西它是講究親子同樂的 所以剛剛呢 我跟導演一起當了父子 還好不是母女是不是 不是 不要兇 不要兇 那為什麼我們剛剛會耗時這麼久呢 其實我剛剛有研究一下 我們犯了一個錯誤就是 其實日本人非常的貼心 就是我們組的Yaris 它是30分鐘都沒有錯 但是它有A模組跟B模組 A模組就是30分鐘可以完成 B模組 套費我們不少心力喔 不小心就組成這種90分鐘的 它就是有車體又有底盤 這個就是90分鐘的 所以我們基本上 組有車體有底盤的 也大概花我們90分鐘差不多 所以基本上他們的 估的時間是還差不多的喔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公司的這個手工藝大師 Nia大師組的 登登 請問你入行多久了 大概三個小時半 然後我們可以開燈獎嗎 這次的作品是 事故車嗎 對 不然這台是什麼車嗎 這是wish是不是 這是沒有希望套 這是unwish 對 你看它的保險桿 下半部跟上半部是分開的 然後裡面你看 唷 還有懸吊耶 那仔細往裡面一看 哎唷 居然是後拖曳被試的懸吊耶 好 總而言之 不管怎麼樣 wish這台車 它雖然看起來 現在有點淒慘喔 但是實際上 可以看得出來 它在結構啊 你看它也是有底盤的喔 甚至輪胎 還有一種懸吊的感覺 還有線條的刻畫上面 都是相對比我這個作品 還要再複雜上許多的 好 不管怎麼樣啊 希望大家 有時間 有閒的話 有先情意志 就可以去把它宰下來 去組裝看看 因為我們呢 文化的底蘊 可能就要從這個小地方開始囉 好 那麼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紙紮車的影片 裡面所有的訊息呢 希望都對你有幫助 讓你大開眼界喔 我是怡神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你以後要開什麼車 現在自己就決定了 我跟你講 一台車最重要的是什麼 它不是能跑多快 是要能承載多少人的笑容 懂嗎 欸我會不會燒過去之後 沒有辦法加油啊 因為大家稍微都電動車 300分鐘就這樣燒掉 對 300分鐘